一碗藥價一萬一 也是超級奢華的呢 魚的油脂非常飽滿 好好吃喔 海膽呢很creamy 完全沒有腥味 本來前菜呢都已經吃得快吃飽了 好吃到直接把它吃光光 各位路客人好 14點51分 回歐 起動 大家午安 今天真的是非常放鬆的原因 好像超早就起床了 剛剛才結束了一個遊戲的夢想 現在大概是下午3點左右 我們正在前往台南的gooking上 今天主要是要去台南的五星級酒店 台南精英酒店 今天超早起的沒有睡吧 我先睡一下 我們等等見吧 台南的天氣也太好了吧 太陽有夠大 不過呢我感覺其實比台北要不熱耶 這邊蠻有風的 我們到達台南精英酒店了 超大一間的 我們趕快進去吧 台南精英酒店是台南超奢華的 國際級五星飯店 走進大廳就能感受到 滿滿古色古香的如式設計 非常有台南古城的風範 公設的部分我們就簡單帶過 由我個人非常喜歡 超適合拍網美照的露天泳池 還有簡單的健身中心 裡面有附毛巾和水還蠻貼心的 另外呢旁邊有一個小學堂 供親子使用 接著就進入到房間啦 今天入住的是小西門和洋套房 一晚要價一萬一 也是超級奢華的呢 格局是一房一廳的設計 房間還有一個小榻榻米 用屏風簡單分隔了臥房和客廳 結合了日式與現代時尚 客廳有個大沙發和餐桌 搭配暖光其實還蠻溫馨的 桌上有附銀冰水果 其實還蠻豐富的耶 客廳和臥房都各有一台40寸的電視 拖鞋的部分呢 是絨毛的材質 比紙拖鞋好穿多了 衣櫃上有兩件浴袍 那都是純白色的 飲品區有水、茶包 還有好幾種咖啡粉包 也有膠囊咖啡可以泡 選擇還算是蠻多的 那冰箱裡呢 有附著好多飲料喔 都是可以免費飲用的喔 不過我太渴 就先拿了一點出來喝囉 浴室的部分我個人很喜歡 有雙面盆搭上自帶柔光燈的鏡子 還有一個超大的雙人浴缸 兩個人一起泡呢 也絕對不擠 接著看到保養品的部分 也是給的算蠻齊全的 有五星級飯店幾乎都必備的 面膜還有身體乳 下面呢就是一般的鮪魚用品 春風機附的品牌是大牌Panasonic 能夠切換冷熱還有三段式 嗯 給過 淋浴間跟廁所呢還算是蠻大的 馬桶是免費馬桶 最後窗邊有個小塌塌米 很適合喝茶聊聊天 好啦 稍微休息一下 要去吃晚餐囉 晚餐吃的是精英酒店裡的 Robin's日風和石鐵板燒 除了有整套的套餐之外 也可以去外面享用自助吧 有沙拉區 分成生菜沙拉和熟食沙拉兩種 還有各式的肉片 麵包還有起司區 肯定還要有海鮮區的 不過呢都是熟食沒有生魚片 稍微有一點點小小的可惜 甜點的部分呢 有超多種類的餅乾和小蛋糕 看了超想吃的 冰淇淋呢是Hagen Dazs的 一共八個口味 超奢華 等等一定要好好的來吃一下 稍微介紹完自助吧之後 就是我們的重點美食啦 因為都是主廚的特製料理 我就大略的介紹一下 第一道呢是冷盤 生魚片和海膽 魚的油脂非常飽滿 好好吃喔 海膽呢很creamy 完全沒有腥味 第二道是蛤蜊鮮魚湯 特別的是湯裡還有加上熱鮮草 完全不違和好特別喔 第三道呢是鮮蝦手捲 聽說海苔是日本第一 壽司之神的同款 這超級好吃 第四道是鮭魚卵生蠔 生蠔呢是半熟 生蠔的那種海味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那接著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啦 老饕牛排 肉質鮮嫩 主廚製作的過程中還有做靜置 然後再煎 外酥內嫩 五分熟吃起來真的是一口接一口 本來前菜呢都已經吃得快吃飽了 好吃到直接把它吃光光 另外要特別介紹的是白色的這個醬料 是主廚特製的白蒜醬 本來以為會很嗆 或者是會把牛排的味道給搶走 但沒想到超級搭的 讓牛肉的層次呢又更高 整個吃起來更香了 吃完肉時候還有主食手工魚麵 主廚直接現場製作這個麵條 吃起來有點像米苔木 那搭配日式的柴魚湯還有鮭魚卵 還是不小心默默吃完了呢 那最後呢是看起來超奢華的甜點禮盒 有兩層都是特製的甜點 吃起來有點像馬薯 超級Q彈的 本來想要切開給大家看看裡面 欸結果 吃完之後回到房間睡前 肯定要好好的泡澡一下吧 泡完之後喝個台南的名店 雙生綠豆沙 結束快樂的一天 起床之後要來吃飯店附贈的早餐囉 早餐是純自助吧 個人感覺比晚餐時更豐富欸 不知道是不是吃晚餐的時候 有吃主食所以漏掉了 一樣有生菜沙拉還有熟食沙拉兩區 肉片區和起司區也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麵包區就不一樣了 有更多不同種類的麵包和吐司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溫沙拉和塔克餅 算是一般飯店自助吧裡比較少見的東西吧 有專人獻尖歐姆蛋還有荷包蛋 那熟食也有非常多 我們就不一一介紹了 讓大家看看畫面 最後米食、麵食、粥等等的主食 也都以應俱全 好啦吃完早餐囉 那我們該退房了 台南京藝酒店真的是一個 會很想要再回訪的酒店 我們下次再來吧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Weekord Diary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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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歡迎